嗨,大家好,我是大飞 今天感觉要变天了 有点阴,没有昨天还有前天好 这是我这两天的录音地 今天准备收拾的洞出发了 然后还有一件块地去取一下 这是这个垫子 昨天因为没取到嘛 剪放双手 这个架子的话就不用 骑车的时候一只手 长着车子 一只手 然后拿着这边盖 就不用这样了 这边盖卡一架子上面 两只手骑车 在路上安全一些 我把手机架改到这边来了 这里还有个小架 后面的话有个这个 也是一个快捷的 这排盖可以插到这里 然后延长 是不是很方便 行了 已经装好了 赶紧收拾帮放出发 在这边 这个小天太热了 就这一件块地这回去到了 昨天没去到白过来了一趟 今天这回拿到 这个电子比我现在用的那电子要厚 新的 这好像要比我那个大 看不出来哪里厚 新电子和旧电子一对比 大小的话一样的 这个退休了 后面云层很厚 全部都是乌云 来雨了 饿坏了 先吃点东西 哎呀实在受不了了 一份面皮两个茶叶蛋 一瓶饮料23块钱 哦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去渣麻乡20公里 就不在县城买东西了 到渣麻以后再说 我看天时好时坏的 刚才阴的特厉害 没想到没下 下午这个天挺凉快的 也挺舒服 稍微带点风 这边阳树特别多 全部都是飘的阳续 沿着八宝河 一直往下走 到八宝河的尽头 然后再走个几公里 差不多就到渣麻乡了 中国的两大景区 东方瑞士 一个是麒莲山 还有一个是卡纳斯 这边的风景就相当秀丽 真的露营挺适合的 路边很多适合野炊露营的地方 而且风景特别好 满地的油菜花 我会在天亮之间出发 也许天黑以后才到达 对于理想 无限的向往 一路走来无限的感伤 带着早已结家的商量 继续追逐飞逝的时光 那像样的花 开在山康上 那你就是我追寻的远方 下面山谷就是两江源 八宝河和黑河交汇的地方 看见这一溜烟了 刚才没看见发射的是什么东西 哇一下子就不见了 直接去新疆了 现在的海拔是2600 还有11.1公里 还有最后两公里 这爬个坡爬来爬去的 对过的话河岸边上是一条平路 但是还要绕一点 没想到我走这边这个坡这么大 先到乡里去买东西 先把今天晚上的补给买了 然后找着看看有没有能避雨的地方 这边林子真密 我从扎马石乡出来 竟然连个超市都没找到 竟然没有卖东西的 全部都是这种小院 前面路口 就是河的对过黑河对过有一个综合超市 我看那里有没有卖东西的 看能不能买到吧 先过去看一下 要是买不到的话 今天晚上河洗北风了 综合超市 看样子是整个乡里的卖东西的店铺 超市全部挪到这个公路边上了 我白走了那差不多将近五公里 我买了几个橘子 五个橘子一个橘子一块钱 这橘子看样子是价格贵了 这边刚才我问了一个五升的大桶水 你知道多少钱一桶 二十把我吓得没敢买 然后这边还有个超市 我看看有没有 那家超市东西太贵了 那么你们这个五升水到钱一桶 十二元 十二块 嗯 这个价格还行 刚才我在隔壁 然后我问他家二十一桶把我吓一跳 哇 二十 对啊 又二十呀 习自习车的 我拿桶水 有西红柿吗 有啊 我拿点西红柿 我拿几个西红柿 拿桶水 你去哪呀 我去新疆 新疆 对 从这过去吗 拿几个桃子 对是的 我去甘肃 然后再去新疆 嗯 西红柿 老板三上道行 你去那个啥 从这过去嘉与关 对去嘉与关 走这边 晚上那个走 走这没人了 有狼 你小心点 有狼 嗯 嗯 去嘉与关的这条路 嗯 要是去那个 宿南的话 嗯 嗯 也不是很安全吗 不一定 宿南我就不知道了 去嘉与关有狼 嗯 反正这这条路你你找个人家坐下呗 哦 还有有的时候会出现那种的哈羞呀 熊也有 嗯有熊 哦 就在野牛沟那里 野牛沟那里 狼熊都有 好的 谢谢了 摩摩店 不知道还有卖的吗 老板 拿几个摩 这个多少钱一个呀 两块一个 嗯帮我拿两个吧 明天我吃再过来拿 这上面就几个了 我也早点手关门 哈哈 明天 你们几点钟烙烙这个 嗯 这个要晚一点 有那个白饼 有白饼明天 嗯 有六点白 七点半左右 七点半左右 嗯 中午有吗 有有有 中午也有 哦行 四块钱是吗 有 平时也有 就是这边 我们人有点不舒服 想找找找 哦 休息一下 到了哈 好 行 再见 你是来旅游的吗 对 再见 今天这边有一个这个 村委的广场 今天在这广场录影 明天的话 要在这里 把补给背棋 出发眼睛沟 50多公里吧 然后一半的上坡 明天基本上 离开这里就开始上 到眼睛沟 基本上上坡就少了 平稳了 现在的海拔差不多 2600至2700 就在这里吧 然后这个墙边 打个帐篷 今天晚上应该 它不会下雨 看这种样子 新电路 今天晚上睡新电的 做饭做饭 明天开始就回高原了 爬上去 59公里吧 到眼睛沟 现在干两口 今天买了 5个西红柿 吃西红柿 煮成熟 很棒 煮成牛肉 煮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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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在买、但狗太多的 你不在买 小的工具 你不在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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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滴油 你不在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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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了一盘西红柿 然后这还有四个鸡蛋 鸡蛋网 西红柿炒鸡蛋 这个气还有一点点了 把它用 先把锅里的水泡干 倒入食用油 大点 吃个大货 鸡蛋都颠坏了 颠散了 这鸡蛋带了油几天了 一直没吃 这个就是我背着 以防万一路上要买不到菜的话 我就要吃这个 能买到的话 我基本上我都不会去冻这个鸡蛋的 就以防万一要下雨啊 走不了呀 在路上 要没菜了 还能煎个鸡蛋 吃不 鸡蛋鸡蛋救一下 变得真好 放点料 再来点盐巴 肯定很酸 信不信 五个西红柿炖出了这么多头 西红柿炖出了 西红柿炖出了 来个鸡蛋 来个饼 明天早上还可以吃一点 听他们当地人说 野牛菇到嘉玉关 这一块很危险 野生动物特别多 尤其是狼 尤其是狼 熊 还有雪豹 温血 后面就只有两个虾 一个是野牛菇虾 还有一个是鸭龙 距离都很长 而且特别危险 所以说 你看在这里 刚才买的补给什么都买一下 准备出发后面 往上爬的话差不多爬到海拔三千七左右 哎呀 我这个饼被蜈蜈爬了 不能把吃的放进点 我真服了 不把吃的挂车 我 好了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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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反正是明天还是挺危险的 当地人都说很危险的 那就说明野生动物经常出没 信号的话应该大部分都有 就是没有人没有人家 大部分都是温人区 睡觉了说明天早上早点出发 最少也要干个三十公里 全程爬坡吧 爬坡的话一天最多也就走个三十 明天见